大家好 我們是智障情侶 我是Cherry 星榮 我是Kyle啟浩 今天我們要在同居半年後檢討一下 究竟有什麼電器一定要買的呢? 但我還是女朋友要買的電器 不要錯過以下內容 因為是會有GIFT AWAY的 但我不會說你知道在哪裡 因為我都要你自己看 只能夠說非常實用 貴的來的 一億來的 現在第一天 簡而正 直入得很快 不是直入廣告的 直入是直入的直入 直入元朗的直入 我直入元朗 你老爸碟羅河 喂 第一要介紹的東西就是 風筒 我想說你二三搭了風筒 這個型號就是Panasonic的EHNE71 試完其實我頭髮量其實就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沒錯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試過成功吹乾一個頭 小時候就因為不想吹頭吹那麼久 大過就是因為人生真的很累 通常半乾狀態我就會收檔 對我來說是用什麼風筒都一樣 吹亂我的頭 我當時轉用這個風筒之後 吹頭是真的吹得快了 它的風力是很強的 因為它是2000W 而且它快乾 定型度 熱力夠 風筒好用是這幾個元素 沒錯 喂 別再吹了 它其實有三段的風力 按著按鈕就已經可以調成 凍風的 它原來是有雙腹來指的 這個吹完頭髮是比較貼服的 而且它是很便宜的 是賣的 三百五十八元 這個風筒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是 有時候叫我幫你吹頭的時候吹得快 我只能連接RO純淨飲水機 是朋友送給我們的入貨禮物 而我是沒有後悔的 什麼沒有後悔 只是感恩 因為未買一部水機之前 我們每天是起碼補四五次水 因為我是超級喜歡喝水的 所以是全世界最好喝的東西 希望各位水箱 水箱 各位水箱 你才是水箱 人家罵人家是飯桶 你是水箱 你像個水箱一樣 它正常多到我補四五次水 補到我會生氣 我試過因為我家人 倒了我很努力放冷的水 而發脾氣 因為我真的很努力地在家裡處水 這件事很瘋 其實裝修的時候已經想了很久 究竟要不要裝一個濾水器 在水龍頭上 總之你經常煮東西吃的話 水龍頭上就很重要 第一我們不是經常煮東西吃 既然是不如買水機 方便喝水先 我首先講一講 它自我介紹的功能 包括可以過濾細菌 病毒 重金屬 濾氣 農業 寄生蟲等等 我想問濾氣的意思是嗎 濾氣 我以為是你的濾氣 我想說沒理由 你喝這麼多水有這麼多濾氣 濾氣 基本上在香港水和水 你會找到的雜質 其實它都可以過濾到的 我覺得它的介面其實都挺好用的 簡單易明 首先它會有四個溫度的水 它有智能的 頭兩次我按完 我自己的水分就說475ml 我那時按停了它 現在每次針水 我一夠500ml 它就懂得自動停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它可以轉機身 轉機身是甚麼好 因為我們放水機的位置 就比較窄些 如果我們不能轉機身 換水就很快 因為它的水托是機後面 它都有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水箱是2L 如果我全日在家 我都要refill兩次水 兩三次 還有它有一個位置就是 沒有水的時候 拿水箱出來 其實它就還有大概這麼多水 會留在水箱 它自己就說 它是因為過濾不到那些 很多雜質的水就剩下 還有一個缺點 你一refill完 其實你要等5分鐘左右 但是其實它已經很快了 這部機器是自費的 但是我們現在和LINKO 有一個特別的合作 它就會送出一個Giveaway 真的 這個全新的 不是送我們用過的那一部 是送全新的給大家 詳情就要看我們整條片才知道 三千多元 大家拿吧 主要不是真的好用 各位保重 都蠻重 大部的大部的 下一個就是流動浴室寶 就是這部 這部就是JNC的IPX2流動浴室寶 很小的 它可以放在桌面用 地面用也可以 還有它可以掛牆 它這裡有一個勾 可以掛在牆上 它除了是一個流動浴室寶 其實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暖風機 但是它的外形 就會比起暖風機更加美一點 就是雪糕色 你需要知道它買什麼 都是要有個美字 有時候它會拿出皮膚 它腳凍的時候 有什麼水多 我經常都是 我真的就是腳凍 就是我工作的時候 可能用電腦 你的腳就很凍 那我就會放在地上 因為它夠矮 你其他暖風機 它不是整個垂直過的 看到它下面腳的位 其實它已經是 那個暖風機的腳 其實你永遠都吹不到你的腳 你一定要浪高那隻腳 那它的好處就是 我就這樣放在地上 它已經可以吹暖了我的腳 然後你可能披一披毛巾 或者暖煎 其實它已經超級暖 還有這個位置不是 鋼絲面 或者是那些會傳熱的 不會辣手 質地 還有可以有防水 辣手吹花 那我覺得浴室寶 加熱這些東西 其實最重要就是安全 這部東西 好的位置就是我剛才說的 它可以放進廁所用也可以 然後它沖完樓 拿出廳 軟住腳也可以 價錢又相宜一點 比你裝上浴室寶 還有因為平時我們浴室寶 都可以浪三個廁所 但是變成這部機 你不一定是浴室浪 譬如你睡房有位浪 書房有位浪 總之你關門門 一個小一點的空間 放在浪衫裡面 然後放這部機器進去吹一會 就會降落 你夏天是不會怕它沒有用的 因為它有風扇功能 就是有時候你要對流風的話 其實你放這一個 在櫃底或者什麼什麼 你吹回風出來 是可以對流 我就會覺得它其實 實用性是幾強 好 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電飯煲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電飯煲 它是一個 沒有功能的電飯煲 沒錯 是舊式的新電飯煲 它是橡欣牌的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沒有名字 它是橡欣牌的0.6L電飯煲 它是極小的 看見到嗎 真實的尺寸 就像我的頭那麼大 這個名字 挺好笑的 你好像家電超人 那時候我們一開始買 我記得已經決定 要買一個舊式電飯煲 因為你家裡和我家裡 都是用舊式電飯煲 都是這樣打開蓋 然後就是這樣的電飯煲 只是煮飯給你煮粥 煮雞 總之這個按鍵就是電飯煲 沒錯最輕鬆最方便 兩個人家庭 其實買一個最小的電飯煲已經夠了 已經很夠用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沒有功能 什麼苦飯 煮粥 煮粥 焗蛋糕 但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一個普通的電飯煲 它都做到以上的功能 很多功能對我來說 是沒有用的 我會 我很害怕那些 站起來 我還要想很久 究竟我要按什麼 叫我要打開說明書 慢慢看 我全家庭最多功能 就是我的蒸焗爐 是嗎? 不是我嗎? 都是 真可靠 加過番茄加雞肉 在面上的日本冷飯 它做到 它不會結焦 我們用過金象牌 金鳳 珍珠米 它煮得都很快 有一次就把我們前一天吃剩的斬料 叉燒和油雞 丟進去鍋裡 堆起來都會去到這個位置 我以為它不夠熱 誰知道原來熱到爆中要很好吃 它已經連翻熱功能都夠了 所以它是一個超級多功能性 但是它只有一個功能的碟飯煲 有一個缺點 它這個蓋子超容易打 舊式的鍋子 全部都是要這樣拿起 然後放在一個位置 所以就小心點 只是少下次而已 我覺得OK 很適合我們 還有它飯的份量很適合 做節的時候 是的 我們家人來吃飯 有六個人 我們煲這個飯煲三一米 大家都能吃到兩碗飯 是的 Good 好 最後一樣 對了 最後一樣都是我們最近才開始試用的東西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蒸氣消毒機 它好像加油站 是的 先生上有什麼油 喂呀 好危險的 很害怕 那它是有什麼功能的呢 一句講說就是蒸氣消毒 你先噴來看看 它全名叫做JNC 納米消毒殺菌機 沒錯 它的功能上面 其實它是用一個120度高溫納米蒸氣 配這個負離子 所以可以清潔和同時殺菌99.99%的病毒 智敏原和細菌 它40秒內就已經可以出到蒸氣了 它的水箱是一個小缺點 就是只有270秒而已 但是也是優點 因為它就是不重 就是夠輕 夠你清潔一個地方 之後再加水清潔另一個地方 我們最喜歡用它來消毒衣物之外 其實廁所就是最少 是的 因為我偶爾會蒸氣孔孔 還有廁所旁邊的隙間 那條軟喉 其實它有6個嘴 我之前有約過一些 幫我們專門洗冷氣 或者是做地毯、梳化、床浴 其實它們都是用一部很大型的水蒸氣機 是它也是用蒸氣消毒 就是用消毒和殺塵滿 其實它這部機就是我們的家用版 你日常保養自己 有時偶爾做一下 你可能積在那一年或者半年 你就不會那麼骯髒了 現在都越來越多 市面上是天然成分的清潔劑 然後都不夠水天然 是 因為你平時都可以過水 其實我這個直接是水 那枝買乾就可以了 可以試一下用的 消毒來說 尤其近來有那麼多防疫東西 我家裡有小朋友、寵物那些很難找 用水就沒事了 是啊 那我們上面介紹了五樣家電 其中有三樣東西 其實可以在linko shop買的 第一個就是philips飲水機 JNC的流動浴室簿 還有這個蒸氣機 都可以在linko shop買 買滿600元就可以入 CK95這個code 就可以有95折 如果買滿1000元就可以入 CK90 就有9折 什麼意思 好開心 那detail就在下面的caption box 有一條link就是我們今天買過的東西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大家一起選購一下 買滿900元就會有這個蠟燭送 好像拿著一杯咖啡 好像是清神的時候 點來提神的咖啡 好濃 還有我想說linko除了可以網靠電器之外 它還是一個智能電器的專家 所以大家有需要去搜尋linko smart 這樣就知道了多些詳情 還有一個大家最關心的give away 究竟怎樣進行呢 首先就是要subscribe 我們這個youtubechannel 然後就去我們的IG 這裡和這裡 就follow我們的IG 然後留意我們IG出了一個post 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share我們的post 在你們的story 問題是什麼 答得最有創意的人 就可以獲得Philips的水肌 快點參加 我是會看完的 差不多的朋友都不要緊 記住多喝點水 保持身體健康 OK 新的一年 大家共同進退 OK 一起智障 Yay 好嗎 Fady 阿Dee 心想這些東西 沒有關我事 下次再介紹阿Dee 好用噁 再見 拜拜 快點去玩give away give away give away